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将你认为最好的人带到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活泼的关系 有的时候是碰撞的 有的时候是撕扯的 但是我们在这一切中间 你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 就是你儿子耶稣的生命 要借着这许多的关系 让我们变得更像他 让我们变得更依靠他 让我们更有信心 在灵力更加的强大与健康 使我们预备要进到那永恒的新天新地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来到改变的人际关系第三课 第三课说 人际关系是神操练人的工作室 意思是说我们像陶土 我们本来属于这个世界 就像土原来在地里面 在河边 然后有一天神到河边呢 把地给抛开 把我们给挖了出来 那挖出来这块土呢 里面又有虫卵 又有石头 什么都有 然后神就开始练这个土 然后把这个土不断练造 它变得纯了以后 它就可以被揉造 做成贵重的瓷器 如果神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永远只是河边的那块土 它在地底下跟蚂蚁住在一起 但是它现在被神逃了出来 然后被揉造 后来最后它变成一个贵重的瓷器 放在神的家中 我们就是神的工作 神把我们呼召出来 神就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它有个计划 它有个心意 祂的工作一定会完成 而我认识祂是我的造作者 是我的救赎主 我是祂手中的工作 我深信神会把我淘造成 祂所要的那个器皿 贵重的器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让我去理解 我生命中的关系 包含我信主以前的关系 其实都在上帝的工作和计划当中 上帝征召了我信主以前 信主以后的每一个关系 为了成全他最后 在历史中对我的安排 那么人际关系是有意义的换源之 包含人际关系中最痛苦的部分 也是有意义的 当我抬起头 看见上帝正在塑造我的生命 要变得更像他儿子耶稣的时候 最艰难最破碎 最刻骨铭心的关系 也能够被神征召来成就 那个永恒的目的 就是他要让耶稣的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 不要觉得惊奇 在人际关系中 遇到了很大的痛苦或伤害或挫折 不要觉得很稀奇 上帝不爱我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上帝最爱的是他的儿子耶稣 他将他的儿子耶稣 人性的身体放在十字架上 让他用圣洁无瑕的生命 来完成他作为 那个人性最完美的呈现 上帝要祝福他的儿子耶稣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让他从死里复活 让他身为至高 上帝当然爱我们 也会允许必要的伤痕 那么回想我们人际关系中 有一些还蛮幸福的时刻 所以我们一直在梦中 想到会笑的那些时刻 为什么幸福在生命中 就是像烟花般的出现 好像不能长久 其实我们可以很幸福的 工作的关系可以很幸福的 你的婚姻可以很幸福的 但是你要对幸福这个概念 有一个理解 幸福并不是 从来没有发生过坏事情 幸福并不是 对方总是不停地 都在完全爱你舍身的状态底下 幸福像什么呢 幸福像攀岩 如果你在那个盐壁上面 垂直地攀岩 攀爬上去 不进则退 它是一种持续的克服障碍 不断攀向巅峰的关系 我跟你之间关系 变得亲密和成熟 是我们不停地走过了一关 又朝向下一关去 克服了一个挑战 又往下一个挑战去 我们最后一直在往上爬 我们要朝向神 为我们预备的巅峰 要爬到山顶 神对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新意 最后山顶在那里 主耶稣 他荣美的形象 会呈现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会变得像他一样 神已经告诉我们 这是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 那么 在攀爬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最大的阻力 不是来自那个山 就是来自我自己 因为我的里面有 重力是往下坠的 每一个攀爬的过程中 我都在抵抗我自己身体的质量 我在live up myself 所以幸福的关系 并不是没有发生坏事 没有发生过伤害 没有发生过争执 没有发生过一些 好像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幸福像是 我们每一次发生事情 我们就不断地克服它 然后我们一起又爬向了下一个巅峰的关系 而我们天然的罪性 表达在自我中心的罪性里面 像是一种向下坠落的力量 如果我不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随时可能被自己的山海坠下 但即便如此我们有个盼望 我们在神的手中 我们是他的工作 他把我们不停地放回到那个山岩上面 他把我们不停地放回到那个 不断被操练的过程 因为像土 从那个河边拉出来 就不停地柔造的过程 直到里面的虫短没有了 直到里面的小石头碎石没有了 直到里面的空气气泡都没有了 变成一个非常纯的一个土的时候 他会开始把它塑造成形状 所以当我们定睛看到神的工作 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的时候 我重新地理解了人际关系 是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生命中 是上帝决定了就在这个时候 要用这种形式出现这种人际关系 而我必须接受上帝的功课 不进则退 上帝又一次的考验 我再回去的在这关系中面对 我所不习惯面对的事情 我所不能够指示我生命的真相 上帝的旨意是好 他不是要我摔下去 他是要我用信心 以靠他儿子的耶稣的恩典 变得更像他 但是我生命中天然的罪信 是一种向下罪弱的力量 我必须要去对付我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那么上帝使用人际关系来训练我们 我们是上帝的工作 是被上帝不断逃造的 那么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间 我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 不管这人际关系的品质 就我天然的血气来说 就我自己定的潜规则来说 我觉得这个关系品质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都有一个终极的上帝的规则是 他要借着这关系 把我变得更像他儿子耶稣一样 有一天我生命中所有的潜规则 我所有的期待都变得跟耶稣一样 我爱耶稣所爱的 我恨耶稣所恨的 我活得像耶稣一样 我说话像他一样 我做事像他一样 我最后变得像他 有天我里面中的所有期待欲望都被调整了 变得像我的主一样 那个时候回头一看 我生命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我现在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状态 我内心是如此 但我的肉体很软弱 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 而神把我放在人际关系里面 去训练我 让我能够很单纯的倚靠耶稣的恩典 把我生命中原来的坏习惯 从我生命中拿掉 讲到人际关系 在圣经里面最丰富的经文 大概是以弗所书第四章 里面有好多好多都讲到 我们跟人 我们跟群体的关系 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 开始一个观念就是蒙照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蒙照的意思是说 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 带出来归于他自己 我现在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属于他 当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而属于他的时候 我生命中最贵重的事情 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 上帝给我一个新的身份 上帝说你做我的孩子 你做我的百姓 我做你的神 我做你的父亲 我照顾你 你信任我 我要把你带到永恒的新天新地 这个是福音 在我生命中如此的贵重 为了要守住神赐给我这个贵重的福音 我去守住神所赐给我的基督的身体 因为上帝呼召了很多不一样的人 来到基督的宝座前 透过他的恩典成为了基督的教会 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主耶稣太贵重了 所以我要看重他的教会 因为主耶稣把我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的恩典太贵重了 所以我要好好的保护上帝赐给我的这个新的身份 在这个新的身份里面 第二节说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大家这样讲的时候 请问在弟兄姐妹里面的关系是容易操作还是不容易操作 是不容易操作 因为很多时候就会激动你那些很骄傲的怒气的 没有耐心的 难以接受的事情就会发生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甘心选择谦虚温柔忍耐 因为神把我呼召出来的恩典太贵重了 我不要把它弄坏了 神让我进到一个状态 我不是河边的泥土了 我现在是被淘灶的贵重的器皿 我是正在魔灶中的器皿 我就小心翼翼的要保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因为我理解我跟你的关系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是如此的贵重 所以我甘心的选择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那么我们跳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 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第十一节说 他所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上帝呼召了很多不一样的人 上帝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性格 给予他们不一样的恩赐 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常常低估了我们的差异 我以为我跟你很容易相处 等到我们熟了以后才发现我们的差异太大了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观念价值观操作完全是难以想象 你怎么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一个拦阻还是一个祝福 这个端看 我此刻是要用这个人来解决我生命的问题 还是我理解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 最后要成全的是基督的身体 当我把神的事情放在我心中为念 作为最重要的事情 我是他的工作 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看到基督的身体里 有各式各样的祝福 有各式各样的恩赐 当我以神的心意为念的时候 也就是当我爱基督 爱他的教会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中间的差异太棒了 谢谢你会这样想 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谢谢你会在意这个事情 我怎么没有在意过这个事情呢 谢谢你可以为基督的身体做这件事情 谢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神 那是我做不到的 我可以称赞你 我可以羡慕你 我看到每个人都比我强 我看到每个人的恩赐都很必要 我看到每个人的存在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的差异 不是我们关系的拦阻 反而是我们一起实现上帝要的关系的主 以弗所说第四章第十七节 里面说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不要向外邦人 因为我现在已经蒙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现在是活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那么 我原来是从这个世界来的 我现在蒙召成为神的百姓 但我原来天然的一些习惯 想事情的方法 说话的方法 还没有完全的脱去 有没有 当神把我呼召出来以后 神就记得这些人际关系里面的难处 逼着我 要把我原来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坏习惯 从我的生命中被曝露出来 然后神要像揉炼那个陶土一样 把它揉出去 上帝要我们把那些外邦人 就是我原来不信神 活在天然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 里面有很多是虚的 在那个状态底下 我们留下的一些习惯 把它彻底的除去 第十八节说 就是不要像外邦人 第十八节说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上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二十节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 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只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有真理的人意与圣洁 这边勾勒一个画面 保罗是用脱去救人穿上新人 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我脱去救人 正是因为我穿上了新人 我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 我守住这一点 我原来天然的坏的习惯 就跟着出去 它不是一个先与后的 它是同时发生的 当我定睛在基督身上 我就不再定睛在我的私欲上 当我顺从圣灵 我就不再顺从肉体 当我高举神的律法 我就不高举我自己的潜规则了 当我享受基督的恩典 我原来的忧郁 那些沮丧的情绪 也就跟着过去了 圣地要我们进到那种状态 他已经把恩典赐给我 我们现在是他的工作 正在被揉造的过程 那你有哪些坏习惯 必须要从生命中拿掉呢 保罗举了一些例子 都是我们天然血气会有的坏习惯 他不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但是他的确带进了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 例如说 25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基督徒 用信心倚靠基督的恩典 我们有活在真理中的可能 我们有停止说谎的能力 弃绝他 个人跟灵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已经创造了一个合一 不要弄坏他 你并没有任何贡献 让你跟这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个合一 但是你可以不要弄坏他 什么样的东西会把合一弄坏呢 谎言 谎言会把合一弄坏 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亲密的关系 不要用谎言去伤害他 26节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意思是说 所有的怒气都要有所节制 当你看到不该发生的事情 会生气 是神造人的形象该有的 因为上帝也会发怒是吧 但是上帝不长久怀怒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上帝的怒气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怒气不要延迟 因为怒气一旦脱长了以后 我们就会很不自觉地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因为怒气里面我们要求对方 要纠正他们的行为 承认他们的错误 来向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负责 哪怕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也是上帝认为正确的事情 例如说一个人说谎了 我知道了 因为他说谎了 我很生气 上帝也对说谎的人发怒 但当我持续发怒的时候 我的怒气就会变成 把我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 因为其实 那些不该做这些事情的人 他们人生中 终极要交章的对象 并不是我 而是上帝 所以发怒可以 但不能延长 凡事要有节制 气过了 就好了 27节说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明明知道有危险的事情 会影响到我们与神关系的事情 远远逃避 不要去做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要好好地调整你的生活 过正 做正经事 过正常生活 你有上帝托付给你的责任 和使命在做 你做好上帝 拿给的那一份 你就可以 有余 照顾好你自己 还可以照顾别人 29节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不要说脏话 不要再说黄色笑话 只要说什么呢 造就人的好话 不要叫圣灵担忧 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俗的日子来到 31节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不要心生恶谋 去伤害对方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基督 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一切生命的改变 都来自一个 最根本的源头 我们生命不再是干渴 要裂开的一个旷野 是基督像泉水一样 已经从地上涌出 我们是被滋润的 上帝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恩典 这个世界虽然不懂得 怎么爱我们 这个世界虽然不懂得 怎么珍惜我们 我们身边的朋友 同工亲人 虽然不懂得 怎么样去按照我们 真实的需要 去理解我们 但是神其实已经有 源源不绝的 恩典给我们 我们用信心 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我可以去用恩慈 对待我身边 不懂得爱我的人 而不是一直念旧 他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我 以致我生气久了以后 我就开始变得 有坏念头 要去伤害他 我开始安息在 虽然他不能给我 但是基督的恩典 是够我用的 让我安息在他的里面 那么人际关系 是什么一回事呢 上帝使用人际关系 去训练我 不断地在早晨 跪下来的祷告里面 把我一切的需要告诉神 在晚上跪下来的祷告里面 把我一切的难处 倾倒在基督里面 从早晨从主那里得到力量 晚上在主面前得到安慰 然后我安然讨卧睡觉 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直到我长大成熟 结出果实 上帝记得各式各样人际关系 帮助我学会这个功课 好让我不要回到 我从前的那个样子 照我天然的血气 照我败坏的肉体 用自己的方法 不断地去 去报复别人 期待别人 或者伤害自己 然后为了要让自己 那个永远无法控制的 一个小怪兽 在我内心里面 可以得到满足 上天我把那个 坏习惯拿掉 因为我是他手中的陶土 被他柔造 他要把我原来的旧人脱去 让新人活在我的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 让我们调整 对于人际关系的期待 人际关系就像攀岩 是不断地克服障碍 攀向巅峰的过程 不进则退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你现在神已经量给你 一些人际关系 你的工作 你的儿女 你的家庭 你教会的侍奉 你的邻居 一些陌生人 进到你的生命中 这关系应该有上帝的旨意 你寻求的是什么 是实现上帝的旨意 还是满足你自己的私欲 让我们说这句话就是 当你决定放下自己的私欲 去满足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你并不是为上帝 牺牲了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认识神 尝过他恩典的滋味 就知道他真是美善 上帝其实是最爱你那一位 甚至超过你自己 上帝的旨意 在你身上实践的时候 你会进到最平安喜乐 和最幸福的状态 你说主啊 我相信你 我现在是个陶土 在你的盘上面被塑造 主啊 我把我的形状交给你来塑造 如果我是一块木头 放在木匠的桌上被雕刻 主啊 我把雕刻的刀 重新地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结束的道 感谢亲爱的天父 因为你从这个世界 将我们选招出来 将你儿子耶稣赐给我们 你就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你就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你也不会受回你的恩典 而是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 直到做成了 我们都要成为你贵重的器皿 恳求天父 让我们甘心顺服你的旨意 认识你 知道你的旨意 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让我们信心加添 明白我们造自己的方法 去争我们想要的东西 带来很多的羞耻 和很多的痛苦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我们相浮在你的恩典中 你来塑造我们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 里面越来越有力量 在人际关系中 有更多的盼望 可以带给这个世界 主啊 帮助我们羡慕 那样子的生活方式 羡慕被你说造 变得更像你儿子耶稣的样式 主啊 我们还是将雕刻的刀 还给你吧 让你随你的意思来塑造我们 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 哪怕是我们不想面对的 但我们深信你的塑造 会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幸福 感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